三更有梦 书当枕 千里怀人 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古人说 雨池中显贵 不仅必定穷 一个人要想活得富贵 就要懂得雨池 一方面是少说多做 一方面是放慢于素 别让自己的言语很掉价 生活在礼仪之邦 我们应该懂得有话好好说 稍有不慎就会祸从口出 对于五十多岁的人来说 感情 事业 家庭都步入了稳定期 需要立足实际 掌控自己的言语 今天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与四种人交谈 说话一定要慢 年迈的父母 和年迈的父母说话 要慢一点 更有耐心 知乎上有人问 为什么我们对家人发脾气 对外人很友善 高赞的回答是 跟家人发脾气最安全 获得原谅的成本最小 我们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 家人可以包容自己 家人可以无私帮助自己 家人可以理解自己 一位朋友对我说 以前我教我妈用手机的时候 总是很不耐烦 觉得她这么简单的东西 都要学这么久 耽误了时间 有一天 我看到她写给我的信 里边说 孩子 妈妈老了 做饭的时候 会忘记插上插头 唱歌的时候 会忘记怎么唱 说过一遍的话 也会忘记已经说了 你能不能多给妈妈一点耐心 就像小时候我教你走路一样 当时我真的觉得很后悔 她说 真的 父母在不经意之间就老了 我为什么不再耐心一点 我们常把耐心留给朋友 却在苛责父母学得慢 我们常把微笑留给同事 却把糟糕的脾气留给亲人 莫怀期在散步中写道 我的母亲老了 她习惯听从她强壮的儿子 于是在走小路的时候 她悲弃行动不便的母亲 一路说着田园风景 有时候自己走得太快 父母跟不上 要有耐心等等他们 生活在快节奏的社会 仿佛总有一种声音在催促着 要快要快 不快就赶不上时代 但唯有这件事非慢不可 不知从何时起 当我第一次发觉父母头上的白发 我才惊觉父母不可能永远都像以前一样 这是必然的 但即便我眼看着父母年花老去 我却什么都没有做 我只能不知所措地 远远看着同样不知所措的父母 人生路上步履不停 却总有那么一点来不及 当我们面对父母时 不妨再慢一点 只因父母在 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 百善孝为先 照顾父母是我们的天职 并且从照顾父母的过程中 能够学到很多的经验 也能够看到父母最真实的一面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父母在你面前 变得小心翼翼了 说话也不敢很大声 说明你和他们的沟通出现了问题 请一定要慢慢来 即便是同样一句话 要说很多次也没有关系 对于他们的答非所问 不要计较 这是一份难得的孝心 刚成年的儿女 教育刚刚成年的儿女 要慢一点 别急功近利 此话说 出生牛犊不怕虎 当你五十岁的时候 儿女开始走出校园进入社会 一个人对社会的认知越低 胆子就会越大 无知者无畏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年轻人喜欢讲江湖义气 也喜欢冲动 稍有不慎 就会做出一些反常的行为 把生活弄得一团糟 电视剧《理想之城》中 苏小的爸爸妈妈在逛超市 遇到苏小男朋友的妈妈 可是对方却故意躲开 苏爸感觉不对劲 悄悄给女儿打电话 没打通 紧接着给女儿男朋友打电话 却被挂断 由此 苏爸判断女儿肯定是出事了 确实 那时正是苏小被当替罪羊 失去工作 同时又发现男友劈腿 女上子 人生处于挚爱时刻 苏爸当即决定 去上海看女儿 他瞒着苏妈说 自己失去出差 第二天一早 就带着女儿最爱吃的饭菜 来到上海 看到女儿流泪 苏爸也不多问 只说还问着呢 都是你爱吃的 心疼女儿 他说 跟爸回去 你现在一个人 我真是不放心 看到女儿坚定地 要留在上海打拼 他又选择了默默的支持 第二天一早 苏爸悄悄离开 给苏小留了一封信 信中写道 记得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有什么难事 别瞒着爸爸 他勉励女儿 你知道为什么 给你起名竹子头的小吗 因为竹子空心有节 挺拔正气 人生有两种活法 一种是求人 一种是求己 求人不如求己 如果你坚定自己的理想 爸爸尊重你 这封信满怀深沉的父爱 里面有理解 有心疼 有支持 爸爸的探访 让苏小从第一次挫折中 振作起来 作为父母 你要帮助儿女收拾乱摊子 但是你不能发火 否则就是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把儿女当成朋友 哥们 姐妹 在儿女需要的时候 语重心长地说一些什么 他们是能够听明白的 也会毛色顿开 老祖宗告诉我们 慢工出细活 放慢脚步 把手头的工作搞清楚 研究透 再动手 就事半功倍了 起初 我们都做过急功近利的事情 现在 我们不能让儿女重蹈覆辙 大家坐在一起吃顿饭 拉加肠 这样的沟通方式 是和谐 靠谱的 职场上的对手 南北朝时期 北州将领赫若敦 骁勇善战 带兵多年 为国家立下了汉马功劳 但只落得个中州刺史的头衔 眼看周围的人都加官尽绝 他却无封赏 也没升官 便心有不甘 一次 有朝廷使者到访 交谈中 赫若敦心之口快 没多做考虑 抱怨脱口而出 后来 这些怨言传到了 晋王宇文户尔里 赫若敦因此被逼自杀 在临死前 赫若敦把儿子叫到面前 语重心长地说道 无以舍死 辱不可不思 就是告诉儿子一定要谨言慎行 不要成口舌之快 反而害了自己 如若赫若敦和朝廷使者说话时 能慢一些 有时间进行思考 没有说出那些不该说的抱怨 也不会落得如此结局 不经思考脱口而出的话 往往漏洞百出 不要因快言快语 给自己的生活挖下大坑 凡事三思慢下来 给自己时间去总结语言 梳理逻辑 这样才能保证事实顺利 和职场上的对手说话 要慢一点 藏住锋芒 当身边的人碾压你的时候 你多半会咬牙切齿 恨不得把对方掐住 别急 五十岁的人还没有退休 仍旧要坚守岗位 并且要守住工作 你要是跳槽的话 没有十足的把握 也不要去做 人哪 到了这个年纪 工作不好找 并且你不工作 社保交不起 健康没有保障 等到六十岁的时候 难免要后悔 作为职场上的老手 你不要以老卖老 也不能凭借经验办事 遇到对手了 要懂得忍一忍 尤其是那些年轻人 他们说话不好听 不知天高地厚 不计较别人说了什么 只管做好自己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能够平稳地工作到六十岁 这是你的福气 收敛自己的锐气 把单位上的对手 当成人生必须交往的人 你的言语温和了 职场的氛围也就温和了 更好混一些 热闹的人群 和热闹的人群说话 要慢一点 才能明断是非 很多时候 我们告诉别人 不要去凑热闹 可是凑热闹是人的本性 谁都想知道 热闹的地方 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奇心 在怂恿自己 人多嘴杂的时候 最怕的是信口开河 最难的是沉默 最可恶的是 不分是非 泰格尔说 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 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 培根说 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灵 享受孤独 害怕孤独 是一个人的正反两面 大多数的人都很普通 因此他们习惯了热闹 要不然广场上 不会有那么多老人跳舞 大街上也不会有那么多人 聪明的人喜欢热闹 但是不会因此招惹麻烦 他习惯了旁观一切 知道自己要怎么做 怎么说话 慢慢说话 才能抓住时间的空隙 去听别人说什么 去接受更多的信息 即便有偏差 也能调整过来 不会走极端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人过五时 要记住自己的身份和年龄 慎言慎行 别让自己的话很掉价 言语少了 分量足了 言语慢了 精神贵了 说话是人的本能 闭嘴 是人的能力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